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徐静磊指导 吴亦凡 王力坤 热衣扎 张超领先主演的电影 《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即将于2月10日上映 故事穿梭在杰克首都 布拉格和中国之间 讲述两对男女不同时空的爱情 既有浪漫怀旧气息 也极具时代感 我们其实是两个故事嘛 那一段故事就是讲1940年的一段爱情故事 然后另外一段呢 是现代的那个爱情 我的角色叫做彭泽阳 然后他是一个学音乐 然后玩音乐的一个大地经手 然后就是比较叛逆吧 遇到了主角就是晴天 星星这个角色是经历了一些感情上的创伤 然后去了布拉格 向他受到经历了一个浪漫的爱情 说到彭泽阳和今天的相遇 两位主演可谓如是重负般的 甩开了所有偶像包袱 一个简单粗暴的自称土豪 你们家什么情况啊 你们家 不好意思妈 另一个醉酒后大喊约马 我见过你吗 结婚了吗 留你朋友吗 等我回家 就这样把人带回了家 因为今天是 他抱着一种心态就做一次从来没有作物的事情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烟情 然后很巧合的在酒吧里面 当他喝大的时候就碰面了 我 他想改变吗 剧中徐晶蕾饰演的奶奶 上世纪四十年代流血至欧洲 二战爆发后 与家人失联来到布拉格 和当地战地医生发生了一段令人动容的倾诉 电影里面这个奶奶的爱情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别 非常感人 它就像我们电影里的那种灯塔一样 就是给一些年轻人很多 对于爱情的引导 启示 方向 为了还原奶奶曼妙的神韵 不仅找来了众多古董服装 哄托气氛 徐晶蕾下决心狂瘦二十斤 服装全是古董 就我们一九四几年的所有衣服 都是真的是一九四几年的 我是当时拍戏前瘦了二十斤 那时候所有人跟孙木雷说 说我老师放弃自己了 就胖了一个胖媳妇似的那种 对我来说 我每一部戏我都觉得是有可能是我最后演的一部戏了 那就干嘛不给他弄好一点 所以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讲的那么多 了解徐晶蕾的影迷可以看出 电影似乎或多或少对他自身经历 进行影射 奶奶去世 以及前男友背叛 这些事情